1月4号中午的时间 点的是新天地 因为它配送范围只有三公里的 当时这个饭收到的时候 我打开 然后封条撕掉以后 吃 吃到大概三分之一还不到的时候 我先发现里面有一条像无名纸那么长的一条塑料纸 再翻了两下 翻了两下以后直接翻出一只蟑螂 杭州拱树区新天地商场赴一楼有一家霸碗盖码饭 楼女士说 这家店是连锁的 之前点过其他门店的外卖 很重义一款酸辣鸡杂饭 她给记者看了当时拍摄的图片和视频 米饭上的确有一个黑色的物体 放大看有类似触虚的东西 视频中 楼女士给她翻了个面 的确像是一只虫子 那配送的前面一次两次 虽然吃起来不是跟以前跟其他的家家不一样 口感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就是点了第三次 第三次点了以后就直接吃到了两样东西 双倍的一起来 就觉得很恶心啊 楼女士说 第一时间在平台申请退款 店家通过微信和她取得了联系 确认饭里的义务确实是蟑螂 之后就没再联系她了 退了单以后 只是一个抱歉以后 我就联系了这个平台上的安心吃 隔了大概半小时 理赔成功以后又赔付了我一份饭的钱 目前 这一单已经完成退款30.2元 理赔的30.2元也到账了 采访时 这家霸碗盖码饭店里没有顾客 店员表示 不方便进入厨房拍摄 记者看到 店内的食品安全等级公式为C级 根据下面的注释 A是优秀 B是良好 C是一般 根据店员提供的号码 记者联系上了店长 至于赔偿 王店长表示 请示过领导可以退一赔三 罗女士不接受 王店长提供了公司一位张经理的电话 他店也跟我讲了这个事情 后续的话我也说让他继续跟您沟通 因为确实他这个店 后续马上也要调整掉了 从1月14号发生 是上周天到今天周六 你们店铺没有任何就是员工也好 店长也好 包括你们的公司没有任何人来联系过我 这种失误嘛 他肯定是说 肯定是要赔偿您的 只是说他现在店铺确实是经营困难 确实也比较难 一千块钱确实比较大 听着特样是能调整一下 因为确实你们店现在也比较困难 张经理提出 愿意赔付300元 罗女士没有同意 张经理表示 会再和公司沟通具体的赔偿方案 记者也把罗女士的情况反映给美团平台 平台回应 后续若证实商家问题属实 会按照平台规则进行相应处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